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東門吃肉羹 位在靠近東門市場的 應該算旁邊的小巷子裡吧 林浙街56號 他們的肉羹很有名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 老闆你好 全夏這間肉羹店有多久的歷史 有30年 30年 我老爸發現蝦 我是第二代了 30年了 我現在聞到這個味道很香 你們都是用大骨湯嗎 你說這個嗎 我們是肉燙起來的時候 湯頭去勾芡 那營業時間是幾點到幾點 早上6點10分到下午2點半 謝謝 謝謝 那招牌就是肉羹加甜不辣 還有我們的魯肉飯 謝謝 好,那可以看到內用區都客滿了 大概可以做個 20個人左右吧 牆壁上還有紫色的美女 但是因為反光所以看不太清楚 呃 現在全家內用是用點的嗎 還是用鞋的嗎 喔好 那我要那個 肉羹湯 然後滷肉飯 還有一份甜不辣 謝謝 燙好的肉羹 就在這邊滿大一攤的 然後用餐區警戒 就是廚房 滿乾淨的 好,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他們家的滷肉飯 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 滷肉飯下面還墊著筍絲 然後滷肉看起來是有肥有瘦 好,那現在吃吃看 就這樣 嗯 滷汁的味道滿香的 以大叔的經驗的話就是 通常菜市場 通常菜市場的小吃店都很美味 滷得滿鹹香的 然後也不會太肥 嗯 滷肉飯通常不會放滷筍絲 還不太好拿起來喔 我再吃一塊筍絲看看 嗯 滷筍是微微的酸酸的齁 但是它本身 不會有很強的味道 呃 還可以 可是我個人覺得如果單純的滷肉飯應該比較好吃啦 這樣子就 還加上損失的味道 跟一般的滷肉飯味道不太一樣 好,那滷肉看清楚一點好了 應該算偏瘦 等我一下 好,這滷飯裡面的滷肉算是偏瘦 呃 肥肉不太多 嗯 應該算比較健康的啊 呃 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吃肥一點 雖然也是夠香啊 可是 沒有那不滋滋的感覺 那 80分 好 那整個 整個就是這樣子 這是店家的辣椒醬 呃 聽說加辣會比較好吃 那現在吃吃看 嗯 嗯 好 這好像是新鮮的 朝天椒吧 不過 對啦 加辣會比較好吃這樣 不然他就是 這樣感覺好像稍微沒有層次感這樣 好,那 加5分85 加個辣可能口味比較好 好,這是他們第二招牌甜不辣 呃,可以看到有油豆腐 然後 甜不辣 呃,豬血糕 白蘿蔔 白蘿蔔 那先從白蘿蔔吃吃看好了 目前看起來是不錯 嗯 目前吃起來蠻清淡的喔 但是有白蘿蔔的香味 呃,算是清淡的喔 可能也是要加點辣才比較好吃 豬血糕 而且他們 沾醬還好耶 呃 還蠻普通的 好,那天不到再吃吃看 呃,因為我現在這樣吃起來覺得 呃,沾醬比較 沾醬比較像是那種甜辣醬喔 呃,所以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這樣 呃,不像那個 萬華的那個點擊甜不辣喔 呃,可能沾醬裡面加一些味噌 味道會比較好吧 如果只是這樣 甜辣醬就還蠻普通的喔 雖然它裡面這個料是 還蠻新鮮的啦 可是 因為沾醬沒有很強 所以就 呃,70分 就 普通了 沒有很推 好,那最後就是他們肉跟湯了 這樣應該是會比較強一點的吧 呃,好,這一碗裡面 肉跟還蠻多的喔 有香菇絲跟筍絲喔 讓它喝喝看 好,那這個湯還算蠻高雅的喔 感覺上喝起來就像是 呃,台式的 調味的高湯 但是味道蠻高雅的喔 那看來這邊肉跟湯就是它的招牌喔 湯頭弄的還蠻不錯的 有種海鮮味吧 但是不知道什麼 也許是柴魚片 湯還蠻好喝的喔 不加調味料 肉跟湯就蠻好喝的 好,那現在肉跟吃吃看 好,那我們繼續拍攝喔 因為剛剛隔壁桌的客人 我請他安靜一下 他在這邊翻臉喔 不知道在翻臉什麼東西 我好好跟他講 他很不高興 好,那總之這邊的肉跟湯就是 味道很鮮美喔 然後蠻甘甜的 其實不放料的話就蠻好吃的 好,肉跟也很多怪喔 好,那這個 我給他分數是95分 好,那肉跟湯真的很好吃 但是菜市場的客人三較久了 我自己要小心一點喔 有事沒事還被他恐嚇一下這樣 好,那 這個就必點啦齁 好吃 好,那Menu在這邊 我可以看一下 一號波 會看嗎?你會看嗎? 那你幫我吃 他一起看一號吧 好,就是在裡面這個穿紅色衣服的先生齁 給我恐嚇又罵三字驚齁 非常的沒水準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各位用餐一塊喔 好,掰掰 拜拜 好,不是吧 謝謝 好可憐 謝謝 有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